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 今天中午看到过的 中午是百分百胜率的 现在呢还是百分百 这个红夫人我们中午看过一把 太神了 看一下啊 他那个 那个镜子真的跟 跟自带导航一样 大副 祭司 医生 调香师 这个镇容打红夫人 你别说强啊 虽然说没有打架能力 但是医生 调香都是能吃三刀的 你追祭司的话 一个镜子抬过去 这边有洞 有了吧 这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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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一下就有了 第一刀有了 那现在的话 这个 这波 现在的话呢 对于祭司的要求啊 是什么啊 面对这种级别的红夫人 对于祭司的要求就是 躲掉下一个镜子 然后逼出闪现 这个祭司 就是一个满分祭司 完美祭司了 你有更多的要求不合适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祭司没有动 倒了 真的很无解的 这个红夫人 真的很无解 这个祭祷时间有点快 闪现CD还剩十秒钟 干扰到这边 医生 还是 干扰到的是 调师 会不会闪现 他会不会闪现破箱啊 骗了一手 香水先骗出来 调师来救吗 打你一刀 回去 大夫来救人 不是大夫 医生来救 这里 祭司手里一个洞 这波有博命的大夫 没来救 医生卡了一手 落地刀 想要白刮一刀 但这刀其实刮在 这医生上面 也不是特别大 医生快速可以给自己补好的 现在要交闪现了吗 能不能必出闪现 这波其实有点亏 刚才我们 感觉那个地方交闪现 会更好一点 但是 很可惜的是 祭司现在手里没有动 这个镜子封过来以后 他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医生这边打一波状态 大夫要不要来救一波 祭司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密码机 二挂 密码机 总量两台半 侯夫人这边打得很凶啊 他压根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那种 就是畏惧的 就你 你敢 你敢救 你敢扛 我就砍你 我就打你 我管你一身 不一身 祭司那边 这个洞穿完的话 祭司已经倒了 一身 这个时候也不能来扛 状态都不起来 那不再帮忙扛一手 再帮忙扛一手 闪现一刀 我去 侧边刀气 追刀 砍一身 砍完一身 抬镜子 一身已经倒了 来 镜头给的 这镜子肯定抬你 你一身 诶 诶 这没打到 但是 我打不了 医生 我打你 大夫 啊 镜头给的 医生 医生 先给你来一刀 哇 这局已经砍了多少 医生了 至少 这刀应该是 第四刀了吧 砍不了 医生 砍大夫 砍完大夫 依然续上了 上挂节奏 那 那 跟我分析的没错 对不对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挂飞祭司以后 再挂一个 没想到挂的是 这个大夫 转进 过来 医生 这个位置 好像是 吃不了这一刀了 这波 啊 这啥呀 这没看见呢 翻个窗 加个素 这边先打针 红夫人镜子 CD还没好 但是 这个位置被压住 人过半 我去 你看看 这镜子 医生先走吧 这局医生被砍了 不知道多少刀了 挺让是过来 打一刀 追 叫飞伦 可以 你别说 这把的医生 和这条师 其实都蛮顶的 条师在 被红夫人逼迫的时候 是没有吃到 任何伤害的 医生呢 吃了无限的伤害 但是他没倒 抬镜子 压这个大副 打的是条师 帮帮扛了一刀 大副摇错了怀表 红夫人这边 反手拉 先要躲这块怀表 然后转进吗 好像来不及了 包过来 他这边判断 大副是往里走的 但大副其实是往外走的 大副刚刚没有往中间去 这手选择 从结果上来看 是预判了红夫人的预判 当时大副这边 可能给到红夫人一个假象 这不能打回来吧 这医生现在起一台新机子 大副 大副这个时候的狗啊 先把这边的条师挂 然后看两边 他能不能知道 就是墓地里面的事情 是医生 他如果说知道大副在哪里 直接传送抓大副就行了 大副其实这个时候 不能修机子的 大副这边修机子的话呢 就没办法了 大副如果不修机子 刚才去翻箱子 医生这边被传 是没关系的 你是可以顺利的 将这个条师救起来 再来拉扯的 反手抬进 先把大副摸起来 大副手里面 我没记错 还有个搏命 这大副是个挂飞啊 这大副是个挂飞 其实医生这边的话 不应该救这个条师了 没挂大副是吧 那就一波没办法 帮忙扛一刀 好 回头 抢机子 这里的话医生 保地 我们以穷者的视角来看 有的时候就会 更加清晰一点 更加清晰一点 就这个局真无解 或者说这个红夫人真无解 红夫人生气了 都是你这个医生 确实这把医生 你别说 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这医生都不知道 挨了多少刀了 大副这边教自己 把这医生捞了 大副好像也放弃了 他捞了这个医生呢 有个薄命 我没记错 有飞轮吗 飞轮 蓄理刀 好的 不投降吗 不投降吗 那行吗 好 啊